大家好,我是大雄 乌军称俄军索克洛夫上将等34名军官被导弹团灭 乌军已控制巴默特,俄军补给线 俄罗斯外长拉布罗夫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辩论中表示 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是一个谎言帝国 热衷做连自己都不会执行的承诺 拉布罗夫称,美国人和欧洲人习惯于对世界其他地区不屑一顾 他们热衷做许诺和承担承诺 包括书面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 但却愿履行 正如普京所说,西方确实是一个谎言帝国 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就在我们眼前诞生 拉布罗夫补充说 未来正在全球大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对峙中形成 俄方要求更公平地分配全球财富 主张文明中的多样性 西方则采用新殖民主义的征服方式 试图挽救其短暂的统治地位 塔斯社报道中称 拉布罗夫表示 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 首次出现了全球事务真正民主化的机会 这让所有相信国际法规则 并希望联合国重新发挥其在全球政治中的中央协调机构作用的人感到乐观 显然俄罗斯别无选择 报道出拉夫罗夫表示 与此同时美国及其西方下属继续的煽动冲突 人为的把人类分裂成了敌对集团 阻止实现我们的集体目标 美国及其盟友正在尽最大的努力阻止建立一个真正的多极公平的世界秩序 并试图让世界遵守自己的自私规则 美国是一个谎言帝国 在这场战争打响之前总是制造谎言 说俄罗斯未来不久会入侵乌克兰 俄罗斯外交部和科工发言人嘴力全开 说美国造谣 还有一些专家教授和大威跟着起哄 说美国造谣被打脸 科工发言人佩斯科夫面对记者采访一本正经的说 俄罗斯历史上从未攻击过别国 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 仅过去几天时间 俄罗斯就露馅了 20万大军 2022年2月24日凌晨 证实了美国的谣言 接下来看到的是 那些此前说 美国造谣的人一片欢腾 基辅被包饺子了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脚底抹油 撒鸭子跑路了 如果不是写文章时引用 我一辈子都不会说 任何人脚底抹油撒鸭子跑路这样的话 我的成长中接触过良好教育 在我的字典中没有脏字 生活中认识我的朋友能够证明 我既不会骂人 也不会有那些地痞常用的语言 这就是文明与非文明人的区别 撒谎成性 最终的结果一定很惨 且还会成为被孤立者 俄国家杜马副主席 预备役伊夫列夫少将双岸 乌克兰当局呼吁克里米亚居民 在解除占领期间离开半岛 这是乌韩人的前线失败 导致抑郁的表现 伊夫列夫称 自2014年3月16日以来 在乌韩武装部队的部队 可耻地逃离克里米亚之后 基辅一直在准备夺取克里米亚 基辅政权没有成功 也永远不会成功 伊夫列夫说 乌韩女副总理 维列石秋克表现的 就像一只母鸡 甚至还没有坐在潮中的母鸡 就提前咕弄着要下最大的蛋 他称 克里米亚得到了可靠的保护 克里米亚和全国各地 都在准备庆祝其回归十周年 俄罗斯应该派这位预备役将军 去克里米亚 体验一下内里的安全生活 别总躲在地堡中吹牛 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俄军事设施 频繁的遭到乌军导弹袭袭击 也是最近一段时间 被乌军远程打击最多的地区 俄军在克里米亚半岛损失惨重 此前媒体报道 乌军22日对俄黑海舰队司令部 实施的导弹打击 造成了数十名俄军高级军官伤亡 俄黑海舰队总司令索克洛夫身亡 受伤者中包括 扎布尔尔方向俄集团军指挥官 罗曼秋克上将 以及俄北方舰队 第200独立旅指挥官 采克夫中将 这是已知的三条大雨 其他的可能级别不过上榜 乌克兰军方25日早些时候 发布消息称 乌军对黑海舰队司令部 发动的导弹袭击 包括索克洛夫上将 有34名军官在导弹袭击中死亡 另有105人受伤 遭到袭击的建筑物 已成废墟 此外 而黑海舰队明斯克登陆舰 也在当天遭到导弹袭击 明斯克舰由于第二天 要执行战斗任务 袭击发生时 舰艇内有官兵 62名海军官兵丧生 人们已经习惯了 听到俄军指挥官 被斩首的消息 少将以下的没有必要再说了 网民的眼光越来越高了 不过将军军衔连打赏的都很少 只有逮住大鱼 他们才会认为很过瘾 因此一般战况我就不写了 与网友们一样与时俱进 乌韩军队越打越自信 空军歪人 伊格纳特昨天表示 对俄黑海舰队司令部的打击表明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防空系统 无法对付乌克兰接收和使用的西方远程导弹 但他没有透露本轮攻击使用的巡航导弹 是英国援助的还是法国提供的 既然俄罗斯预备义将军在黑海舰队司令部遭袭击后 仍然表示不服 乌韩空军会让他接受残酷现实 继续用导弹轰 一直打到他没脾气 不在吹牛为止 24日凌晨 俄黑海舰队再次的遭到乌军数枚导弹补刀 乌军在奥德萨地区发射六枚海王型导弹 打击了塞瓦斯托布尔的黑海舰队残语 而黑海舰队荷兰湾和苏哈纳亚湾的两个伯卫 遭到了两枚海王型集中 停泊在内里的退役军舰遭到打击 与此同时 乌克兰特种部队利用一艘快艇试图登陆克里米亚半岛 经过双方激烈的战斗后 未能成功 乌军快艇又掉头回去了 没有人员伤亡 综合近期乌克兰南部战区消息 乌军对克里米亚的打击已经成了常态了 俄罗斯军队处于被动 可以分析出来 俄罗斯黑海舰队能作战的舰艇已经没有了 乌军连他们的退役舰艇也没有放过 再加上黑海舰队司令部被导弹端窝了 现在俄罗斯黑海舰队只剩下黑海没有舰队了 此外还能分析出来就黑海舰队总司令一直的空缺 在战争结束之前没有人花钱任这一职务 那是吃饱了给导弹做诱饵 25日凌晨 乌韩奥德萨市的凯宾斯基酒店遭到俄军导弹袭袭击 从乌韩媒体发布看损失比较严重 目前乌方还没有公开伤亡数据 俄罗斯军队一点脾气都没有 没有能力摧毁乌军的军事设施 拿平民的设施卸分 这更让外界看出俄以济穷了 另外大家能够发现 俄军好长时间没有发动过有规模的导弹袭击了 大家与手中的余粮不多了 英国天空电视台军事专家 肖恩贝尔针对当前俄乌战况 给出自己的看法 贝尔表示 乌克兰严重依赖西方军事援助 以支持其高活跃度和消耗性的反攻 对乌韩军队来说 西方盟友援助的武器射程越远 俄军后勤补给基地和重要军事设施 就会离前线越远 乌军前线需求和快速反应能力 会被乌军限制 贝尔称 西方国家一直担心乌克兰会使用远程武器 用于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从而引发冲突升级 西方不愿意卷入这场战争 如果乌克兰军队能够使用美国最新宣布援助的陆军战术导弹 乌韩境内的所有的俄兵和军事装备都在射程内 这将有助于乌韩人收复其失去的土地 好了 今天大雄就讲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